大家好,今天是4月24日,应该是过了凌晨,应该是25日 昨天,陈茂波说做一个叫做开心香港的计划 其实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也说过 今天的细节终于出来了 首先,有些东西公布,他就是开心香港,我就是开心Patreon Patreon的礼物就已经到了 将会上传一条影片去说的 就是Bankies的邮票,即是很出名的图案艺术家 那幅画 乌克兰的邮政局就会有一个新的邮票 之前出帖文说过 其实在上两个月已经到了香港 不过经常都不去拿 而且拿了之后,就经常都不去拍片 其实Patreon的用户 今个月就应该是会有 有礼物拿的了 即是70或以上 USD70或210的人 就会有礼物拿的了 应该是在5月初的时候就会收到的了 你知道,手脚没那么快 因为通常不是我寄的 通常我是一搭,扔下给那些年轻 然后那些年轻人就当每个小时 断工资金地计算我钱 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庇护 入信方、连贴纸 然后再拿去寄 所以不是取决于我 有多快手 而是取决于他们有多快手 还有,有人说 上面的QR Code 不能掃描 这是正常的 因为画面可能太小 不重要的 你在影片的描述下面 你会看到Pay Me Code 那条连续 即是你不需要掃描 都可以的 你直接按进去那条连续 都可以一样的 没分别 那今天我们想讲 一个开心香港 那你在标题那里 都看到了 我有一个理论 就叫做邪恶美帝 银行理论 那这个是什么理论来的呢? 其实 我不肯定有没有说过 以前直播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说过 那以前就玩以前 那现在呢 即是呢 时代不同了 那个理论呢 都会因着时代不同 而去 有所 補养的 增加也好 减少也好 总之贴近回我们 现代的香港 那 那 我们先想想 为什么政府 要做个开心香港出来 那当然 希望呢 香港人可以开开心心 很开心地去消费 振兴香港本土消费 因为 开关之后呢 太多人走了去消费 那 香港本土消费呢 本身已经坏了 进走了一班呢 本身香港人的本土消费 他们去了外国了 那以为呢 开了关之后 就算有香港人走了 不要紧 我们招待内地 团友来香港消费 那怎么知道呢 内地团友 都是那些呢 就是夏兰团 很便宜的农村团 根本就是 地摊经济 所以呢 此消比赦之下 香港的一些本土 必要性的消费 就少了 反而呢 想着有一条数捕 那种消费呢 原来是 非常之少的 就是走了十个人 来一来 呢 只有两三个人 那就是 麻烦啦 零售价 整个呢 振兴香港本土消费的 开心香港计划 那其实呢 你听过名字都知道呢 其实陈茂波 或者是政府 都知道 香港人 是不开心的 所以先叫 叫一个计划 叫开心香港 如果香港人开心 没有仇运 那当然不需要 开心香港了 那不重要的 那起码 政府知道 香港人是有一种 近年来有一种社运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跟社运事 总之是 关于香港人 很屈满 很不开心 很 很blue的一种情绪 希望透过香港 希望透过开心香港 去令大家开心 那今天非常之好 那但是 整这些 整色整水的计划 美食市集 什么农虚 是不是真的会 令到香港人开心呢 那香港人 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政府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香港人 那么屈满 那么重怨气 那些怨气哪里来的呢 如果那些人觉得 这个地方 是可以长期地居住下去 看得到未来 就是 不会说 天天担惊受怕 朝中会有人拍门的话 其实就不会这么多人 拿着BNO去旅行 去旅行的 他们不是移民的 政府说的 他们不是移民 他们去旅行 长期去旅行 一去不复返那些 哈哈哈哈 那么呢 其实政府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要想一下 究竟为什么那些人不开心呢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不喜欢政府呢 其实呢 你上网不难看到 有些人是报复式不消费的 报复式躺平的 那些人为什么宁愿 去旅行消费 去旅行 给人家赚都好 都不想在香港那里 花分一毫呢 那么为什么那些人 会有这样的躺平的思绪出现呢 不是你说 我整个美食市集出来 然后那些人就会 很开心啊 以前那些东西我们不管了 我们一笔勾丝 哈哈哈哈 以前呢 我打算不交税啊 不生仔啊 不消费啊 消费欲弱 但人没有心情啊 哎呀 就是以前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那为什么 你会觉得 整些美食展出来啊 美食市集啊 加莲华那些人 之后呢 就会 肯消费啊 没有了那种对抗的情绪呢 为什么会 你觉得这么容易可以搞得到呢 对不对 就是大家要想一样东西 邪恶美帝银行的理论就是这样的 假设那家银行就经常被我听到 或者很多商界的消息流传出来 就说不行啊 银行不行啊 不够钱啊 不够现金啊 不够现金啊 好像就快倒闭那样 这些负面的消息 或者是一些业务上的倒退 令到人家没有信心啊 或者不想在那里存款啊 那麻烦啦 如果银行没有人存款啊 他自己就没有钱去投资啊 没有钱投资 他就是没有钱赚啊 那么他周围在告人诽谤啊 煽动啊 假消息来的 谁说我家银行不行啊 没有 你不要在那里乱传这些假消息 就是拘捕啊 告告一些市民 就是我说邪恶美帝的银行 大家不要乱想 OK 然后呢 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不准说 不准说 谁说呢 谁就是煽动 那好了 有些人呢 就OK啦 听你说去银行存款啊 在那里开个户口 放些钱在那里 做投资啦 那大佬老实实了 我走到去 问那个manager 那个银行经理 喂 你银行就是 信不信得过 OK的 那我在那里做定期做十年 那如果你执怒了那怎么办 我都没对你这个地方 对你这家银行 没什么信心的 十年之后 什么景气都不知道 十年之后 你不要说十年之后 三年之后 我觉得这个银行是全不存在的 或者是适不适合别人存款 都不知道 接着那个银行经理 立刻在那里 哇 你能听这些假新闻 这些是歌唆东西 不要相信 OKOK 不相信 那我排队 等开户口 放些钱进去 然后你原来要我揽个牌的 要我揽个牌 在那里证明自己 是排队的人 不是来搞事的人 OK 不抱 你说怎么就怎么 接着我又问一下银行经理 喂 摆钱不要紧 银行经理 你可不可以代表银行 和我们这些小存户说呢 你们是会想办法 减少这个银行倒闭的风险 或者是保障我们这些小市民的存款 得以受保障 那些存款是不会被人偷走了 被人骑劫 接着银行经理就指着我们排队的那些存户 就说 防止存款被骑劫 被盗的责任 在你们存户那里 在你们小市民那里 就不关我们银行的时候了 蛤 那样的吗 那我 那我仅放不放钱在那里好啊 那我如果呼吁 喂 都是不要了 喂 三姑六婆都是不要在那里放钱 我们去其他银行那里放 接着 邪恶美帝的银行经理 连那些保安立刻冲出来围着我们 谁再说 谁再说 谁再说呢 我们就告他 煽动 煽动 煽动人家 恶意煽动人家 不存款 okokok 我们这些小市民 不同美国的斗 就是美国的仆格 当然知道 那我们唯有放钱下来啦 那有些钱就放进去做定期 希望十年之后 或者几年之后 他会仍在那里 那有些钱就活期存款 就放在那里 随时拿出来用 那怎么知道 存了钱进去之后 怎么知道 三姑那些钱 就被人说 是有什么非法用途 然后被人凍结了 银行账户 不准拿回那些钱 我六婆那些钱呢 就说 恶意提款不准拿 哈哈 喂 那银行呢 你要要求别人 多点来光顺 多点来放钱下去 多点来投资 呼吁大家对银行有信心 不是希望大家开心地存款 你都要给相应的东西 我们是银行的客 我们不是负责serve银行的 好像叼转了 银行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些人 这么没信心在那里存款 银行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些人不愿意留在那里 银行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些人 常常想拿钱走呢 这些是银行要自己想的东西 不是一只手指指着小市民 就说 你们一定要是来我这里 不是的嘛 那好吧 银行经理回去摄灯头 想清楚了 想着做个开心存款的银行计划 OK 不要紧了 就是你起码给我一些好处 就是给存款的客户 一些好处 一些好处 就是比如说 派一些现金回赠 比如你存一万元 就是比如你来光顾我开户口 我就给五千元消费奖赏你 但是消费奖赏五千元 不是给现金的 那个消费奖赏五千元 是要你去买银行的product 就是比如说 你五千元要指定 你是一定要用在银行的保险消费那里 就是用来供保险 或者用来做一些相关的投资活动 但是问题来了 那个保险 投资活动不止五千元 他要你洗完五千元之后 再要在后面 逐期逐期供款 就是五千元可能第一期的 就是保险第一期五千元 第二期呢 二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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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不停地洗下去 我真的洗濕头 你又不是回赠那五千元给我的 原来呢 要我逼我洗得那些钱 兼且你那五千元是拿不回的 就是逼我去消费 那是不是真的很吸引呢 我真的不是觉得很吸引 那好了 接着做一些整色整水 譬如我排队 想存钱那时候 他那些推广活动啊 推广计划呢 就在那条人龙隔离呢 就给你做些美食市集啊 穿鱼蛋啊 漢堡包啊 吸引你的那些人啊 来排队存款啊 银行啊 给你的那些人呢 开心点 开心地存款 接着呢 另一边呢 就有些杂勺表演 表演你看 有些人唱歌 接着有些人呢 表演沙波冷餐 吞火球 被那些小存户呢 去欣赏 但是想回头 那些人会不会因为 你这里 有得鸡鱼蛋吃 而来排队 给你钱 存款呢 究竟那些人会不会因为 你 这里有人唱歌表演 所以呢 我就拿够钱进来 放在你那里 而且我们很开心啊 那些人会不会这样想呢 就是很明显呢 那家银行是不无政业之余呢 想起那些糞便 是对证不了下约的哦 即是假设啦 再假设啦 你家里有个小鸚仔 他肚饿的 那你当然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你给他一些东西吃 下街买一些东西给他吃也好 自己煮东西也好 那当然是塞饱他的啦 是不是呢 塞饱了他 那他就不会叫他肚饿了 那你不是的 原来呢 你叫他 哎呀仔 我带你去医院做宿胃手术 那你就不会肚饿了 哈哈哈哈 你明白吗 这个逻辑啊 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要肚饿先 他肚饿不是因为胃在那里 是因为他需要吃东西 你又不是给他吃东西的 你是叫他吃少点东西的 这个逻辑呢 简直是邪恶美帝才有的 香港一定不会有啦 哈哈哈哈 以上的东西 都是说一些邪恶美帝的 银行啊 商业伎俩来的 大家呢 就不要 捉错用实 大家不要有多余的 解读 OK 这个邪恶美帝的 银行理论呢 其实在我心目中 就 其实跟现在的 大环境差不多 大家明白的啦 那么说回这个开心香港呢 其实我看完这些活动 我明白政府想振兴香港本土消费的 OK 透过那些人消费 就好像用消费券那样 那些人逼那些人消费也好 引诱那些人消费也好 什么都好 那其实是不是一定要 将开心香港挂钩呢 就是振兴香港消费和开不开心 这个香港开不开心 好像是两回事来的 我觉得是不关事的 就是你花钱就是开心 这个是很 怎么说呢 很铜臭的 就是 是不是 香港有人消费 有人肯花钱就是等同开心呢 其实不是 可能是必需品一定要买的 是不是 那些不是必需品 那些消费品 我是不是一定要买那些消费品 我才代表这个香港人开心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另外就是 全港戏院 滑一收费三十元 一天而已 那是不是 看完电影三十元 我就觉得很开心呢 就是开心的意义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我赚了 平时看电影 最少都几十元 贵那些过百元 但是我还是要付钱的 那只是付得没那么多 因为我付得没那么多 所以我开心呢 就是屈满了几年了 大家不开心了几年 疫情也好 社会运动也好 不开心了几年 是不是因为一张三十元的戏票 可以令到一个市民 变得开心呢 那再看他其他那些 什么嘉年华 美食市集 什么虚市 其实就是很大老的东西 经常有的 就是 我不担保里面的细节 可能做得好了 或者多了 或者少少不同了 就这样看 其实很没创意 以前没有搞过的 不是 我以前经常都有的 什么美食展 加年华 是新东西来的吗 很明显这些东西 就是上面 上头有个波抛给在下面 喂 你们想些创意的东西出来 搞些活动 配合香港政府 配合上面的订阅 搞些什么活动出来 开心香港 大家都是那些 美食 加年华 摊位游戏 就是这些 十年与一天 没有分别 假设我不想在香港消费 我宁愿去旅行 我也不想在香港花钱 那会不会看到这些活动 之后 哇 很棒啊 不去日本看英花了 留在香港消费 会不会呢 过去几年 反送中也好 疫情也好 我赚少了很多钱 没有工资 被人缺工 或者还不能发工 那我没有钱 那我怎么消费呢 我看到一些活动 很想参与 但我没有钱 振兴香港消费 都要有些人 可以消费得起才行 有一部分的人 就消费不起 有一部分的人 消费得起的人 是不是真的 会留在香港消费 消费不起的 你搞些什么活动 他们都不会消费 30元一张气票 可能对很多低下阶层来说 这些钱都不会花 这些钱 还有你只有一天 其实你要去抢 的 是physically去抢 的 你真的以为 那一天你会轻松地 买到你想看的气票吗 不可能 一个人可以买四张 四张 你肯定你买得到 用这么多心机去抢 这样的30元气票 我宁愿BT算了 老老实实 不是BT 是Netflix Disney Plus 算够了 留回家 舒舒服服 在这里看算够了 那些什么美食市集 什么虚视 龙虚 音乐节 对于低下阶层来说 又是 无谓的 有时间的话 打到一份part time 对于消费力强劲的人来说 会不会因为这样 美食市集 虚视 龙虚 我不去外地消费 留回香港消费 我以前不是在香港花钱 看到这些好事很棒 美食市集 什么来的 龙虚 中菜 花很多钱才能 我 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 香港市民是会有这样的 那 那 那 这些意欲呢 看完他这些大量的东西 除了 那三十元气费 可能有少少吸引力之外 其实其他呢 就 我的感觉呢 就好像你上班 上头有些命令 要你很有创意的想起 一些东西 然后你就很有创意的想起 一些很大量的东西 交货 上面又收货 下面又交货 推出去 就算足够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好像广告界 一向有个很昂貴的故事 就是 啤酒厂的老板 就请了一间广告公司拍片 要他们想一个很有创意的宣传短片 广告 电视广告 播出街 那广告公司想了很多很有趣的 真是很有创意的想法 就丢出来了 然后呢 那个老板 就是那个 那个啤酒厂的老板 就说不行 我要一个很有创意的 就好像 一个男人 西装骨骨 在酒吧里叫了一杯啤酒喝 然后呢 那些美女就围上去 那是不是很有创意 然后这些人都呆了 很普通的 几十年前就在做这些 好美啊 然后老板就觉得 不是啊 很好啊 就是大家所谓的 所谓的创意 很有落差的 还有大家所谓的交捕货 也都有很大的差距 在此之后 这些广告公司 都会有两手准备 一手就是有些很老实的 巧合 接着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些 很有 就是另外一些很创新的巧合 两样推出去看看老板 喜欢哪一样 那 到最后呢 其实很大程度 那些老板都是喜欢一些很老实的 的巧合 就算你很有创意都好 到最后都会被人贵 所以那些关于创作的行业 或者是designer 平面设计的那些 就是你想到很好啊 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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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然后呢 到最后 原来你录的老板呢 那些客人呢 都是好 old school 好漂亮的 会做得很好想敏的 他们眼中的 很有创意 好生命的活动呢 或者是一些设计呢 在你眼中呢 其实是 哎 又是这些 是早说啊 我不用想 不用拌爆头啦 搞一些 仆街昂狗货给你 都可以了 每一家都是一样的 到最后都是 大家都是这样的 拍 pre-wedding的婚纱照 也是 每个客人都说 哎 我需要一些很漂亮的背景 很独特的 我不要人去过那些地方 我要是一些 很有创生 很有创意的景 然后每个人都去一百八一拍的 每个人都去一百八一拍的 或者去大館 就是以前的猜馆 大館 然后他们就说 一百八一很好啊 很有创意的 根本就是 每个人都去一百八一拍的 每个人都去一百八一拍的 常年去一百八一 都会看到有人拍 pre-wedding 再不是去山顶的公园 那里 就是有个 梁亭仔是 一些 是一些 去年代 港英年代的梁亭仔 就是很小的 这些就好了 有味道 有换味 之余呢 有些 有些卡食的东西 那就好咯 接着我们个个都在笑 又是这些哥哥也是 有谁不是 原来大家所谓的有创意 不要大老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 很没有创意很大老的东西 那没办法 在老人政治之下 他们想的就是这样 那大家想一些很有创意的东西 推动本地经济 谁知道 又是美食节 又是嘉莲华 OK 那你收几十万一个月的人工 那不如我来做吧 是不是 还想着有些什么 驚为天人的东西 又是那些 古代的东西 那今天的问答 陈茂波就说 他就说 他就说呢 应该就不会像03年的 那个 维港巨星会 那样成效一般的 老老实实 以创新来说 其实维港巨星会 是OK的 即是有兼毙的东西 只是它执行上 和它幻想出来的 是有落差的 但是这件事 其实是OK 我只可以说是 硬件是想得到 想做些什么 但软件是配合不到 所以你觉得成效一般 那其实如果 我做的话 我就会再做一次维港巨星会 但是呢 在一些 选材方面 是有想过 其实维港巨星会 错不在巨星会 其实巨星会 其实是搞得起 不过软件问题 搞不起 就像尹射乐队 那个表演 其实是很OK的 就是觉得很棒 很吸引的 反应热烈 迫爆的 连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 也有来看的 但是后劲不足 而且呢 很多运作上的问题 政府是没有想过 或者是 纯粹拋了那些东西出来 然后他没有想过 下面的细节 没有想过 细节的东西 例如说 美国那些商会 派了很多票 因为他摆了商标经营权 他派票 即是不用钱派票 香港政府的营收 就少了 也有部分 请人回来 是太贵的 就是被人狮子开大口 就是透过一阵 一阵地去谈 然后请那些东西 原来很贵 比外面很多 那就是亏了 另外有部分 因为香港的表演者 是不来香港 临时取消的 还有呢 就好像你请 Wallingstone 滚石乐队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大陆东西 一定很多人喜欢的 那就反应易烈 那你请那些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人 香港人又不喜欢的人 那些人呢 当然是没有人来的 是你的选材问题 是你的 执行软件上面的问题 其实错不在维港巨星会 而且也是那些 執行外判制度 外判得给人 人家当然是 备进你那一亿元 补贴 怎会不备 你跟承办商说 我最多是给一亿 那我没理由不备进他 是不是 外判制度就是这样 在你的营运上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维港巨星会 他经常被人说是 官商勾结 用来利益输送 其实我觉得不是 一亿元 其实对于政府来说很少 是他执行上的问题 他那件事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他执行上是有问题 就好像大台的记者 那些坐堂 很难吵架 譬如1点钟记者会 他就叫那些记者 1点钟前到 大佬1点钟前到 怕没有位置 怎么设计 这些就是执行上的问题 上面就没想过 下面执行 那个难度在哪 而且上面也不会知道 下面的执行是要怎么做的 所以大台的CAMMAN 通常都会自己 宁愿蝕了自己的饭中 譬如你有个 即是有个饭中 你可以去吃饭 他宁愿呢 前也好 后也好 咳嗽了何言之后 早点到 譬如早半个小时 早九个字到 设个CAM在那里 这样才能解决到问题 但是上面又不会知道 上面每次都跟你说 喂 1点钟开记者会 那你便搭10 搭10一到 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这些就是 上面不知下面的东西 是管理问题 这些管理问题 有两大类 政府一定是经常中的 第一就是 上面的外行人 管下面的内行人 根本就管错了 第二就是 不肯放给下面做 因为下面 本身那班人 是有料的 做到事的 你又不肯放给他们做 下下呢 太多滞爪 搞到下面的人 有能力都好 都做不到的 就像冰球比赛的 国歌事件 你可以看到 那些议员 那些政府官员 完全不知道 那些运动员 现场是什么一回事 那些运动员 当然是在专心自己的比赛 比赛之前 都要调整心态 做很多 准备功夫 而不是 大哥一味 就挂着国歌 如何 确保自己的国歌 一定是对的 不能是这样的 而且 现在是你去参加别人的比赛 不是你去主办别人的比赛 两回事 接着那些什么青年委员会 什么什么智库 做青年事务 那些仆街 平均年龄 五十多六十岁 怎样管青年东西 你问他们 有没有Twitter帳户 没有IG帳户 他就说 什么是IG 我只用MSN Facebook才刚刚学 我的助手帮我弄 Facebook还要是 你想想这些人 如何做青年事务 另外就是专业范畴 其实应该是放权给下面做的 很多政府人员都是独行政管理出身的 第一首要的就是知道 究竟下面管理的人 叫你够不够 如果叫你够的话 你是可以放权 放手给他们做的 外国常常有什么HR 人事管理那些调查的就是 那个Manager管理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是一些专业人士 高学力人士 一些专业范畴的人 其实可以 就有得给他们搞 放手给他们管理 放手给他们自己搞 是比你每次都要插手 教他们怎么做的 教他们怎么做的 而且一个Manager 如果下面的人 是有call 有能力 高学力的话 可以一个Manager 对很多个人都可以 不需要一个Manager 对两三个人管得那么严 可以一对十 或者一对二十 都可以 打个比喻 为什么二战的时候 希特拉的军队 前线是这么厉害的 其实就是上面的军人 纯粹有一个很 general的指令 就是说你攻陷这条村 其实就是上面的指挥 那些不会落战场的指挥 纯粹有一个很 general的指令 就是说你攻陷这条村 他不会教你那些前线士兵怎么做 你要在北面这里开始攻陷 不会这样教的 是要前线那些人自我决定 究竟用什么方法去攻陷 因为前线的战方 只有前线的人才会知道 可能北面那条路就不通的 很多障碍物很危险的 南面那条河 都是打不通的 我们不如在东面那里进去 这些要是前线的人才会知道 你上面的人才会知道 其实就是倒米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的军队 都参考了德国这个军队的指挥方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二战之后 很多西方国家 都是抄了德国那些东西 就是V2火箭 整支搬了过去 美国那里 连国科学家都搬走了 现在使用的头盔 其实都是德国二战时候 的头盔的款式 包着一只耳包着猴脑 而不是美国以前用的 那种半盖式 就是半圆形的 不是的 没有线条的 全部都是抄回德国的头盔 为什么德国的头盔 是会做到这样的样子呢 就是因为前线的士兵 就是说你们这儿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和后脑那儿 应该做长一点 应该做幅少少 否则失着脚尾 而且不够平衡 那这些前线才会知道 那上面就改 就是这么简单 远东某一发达强国 即不是香港 不是大陆 可能是其他地方 永远都不是 上面说什么 下面就不会出声 因为下面就免得揉摇 你怎么挑战长官 你不想做 所以下面就不出声 上面叫 上面做美食市集 下面觉得很酷 不可能是 搞了很多年了 尽量搞这些 不过不要紧了 上面叫到 下面都不会出声 免得逆他们意 又是搞什么东西 龙血嘉年华蟹 看人家种菜 那些 蔡元村不是搞这些 搞脚了 还要说美食车 不会再搞 其实美食车不是错 为什么人家搞都 香港搞不到 接着就说不搞 又走回头路 美食市集 也是那句 软件问题 美食车本身就是廉价 方便些人 你不是的 那个地方 就只是在那个地方 放在美食车 那辆车就是在那里 可以做到的 那我为什么要做美食车 我去店铺就可以了 还有一辆美食车 有门槛 全部被大财团 大公司包揽 吃的东西 又是跟美心大交流 没什么分别的 你几十万 被人投一辆车回来 哪个个体户 哪个小市民 是可以做得到的 全部是 全部是 落回大财团那里 那些idea 不是 不是不行的 而是管理问题 和老人政治之下 去到下面 是执行不了的 下面的人知不知道 按钩呢 当然知道按钩 不过不会出声 哪个出声 哪个被批斗 就是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反政府 你是不是不听话 你是不是很多意见 其实你见过 那里 就是左边的 list 很多东西 其实是可以有民间的代替方案 但政府一向都被拒绝了 美食市集 车子档 或者是food court 那些平民化的 你猜没有吗 香港最有特色的美食市集 就是车子档 近二十年 肯定是绝绩 没有了 难道再来一次鱼蛋革命 接着那些音乐节 平民自己搞没有吗 其实工创区 经常都有很多indie band 去表演 有人唱歌 有很多不懂的地下乐队 有很多新人唱歌 是其实很ok的 不过要经常玩斗 因为被警察查 不可以搞 你有没有拿牌 这些本身是香港特色的东西 但是被人搞得像过街老鼠 不可以放在桌面 要暗地里自己静静地搞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深水堡 黄金高登 是政府搞出来的吗 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是民间自发商家 我见这里很多人砌机 很多人弄电路 越开越多 这些才是协同效应 是民间商界主导的 好像政府找一些商界 搞那个电脑截 搞到双胞胎 深水堡一个 跟着湾仔又一个 就是你去 全部都是给面派对 真正玩电脑 玩IT 砌机 那些机友 Gaming RGB 其实不会有人去的 那些是很堆砌出来的 跟着这些列表 有些是被人踩板 青少年活动 其实踩板 周知牧都有 天桥底 有个的 不过又是那些 都被人说了 那些都是被人说了 谁让你踩板的 不行 就走 坐困难不准走 夜晚半夜 那些小孩在踩板 不妨礙任何人 不过警察 如果大家喜歡無端端的幾輛車衝過來 接著人們各個查身份證 因為當你是壞人 全部都是夜鬼青年 壞人 肯定是不良少年 踩板的 晚上的 逐個逐個查 當證你們已經是壞人 但是響應活動也是有這些 那個聲影穿梭 嘉年華也是搞這些 滑板街場 電競 這些民間搞又被人搞 政府推 覺得有吸引力嗎 其實到最後都是行禮如宜的 很大機會 嘉年華有街頭表演 唱歌 你平時在旺角那裏 有人唱歌 馬上查 然後趕你走 但是政府又搞一些街頭表演 街頭是不會有的街頭表演 是政府搞的 規定了的地方 就會有街頭表演 那那些還有什麼街頭表演呢 有很好的問題 現在你們可以見到的真正街頭表演 就有些筆手筆腳 攤在那裏 或者有個牌寫著 我怎樣怎樣怎樣 好慘啊 老婆走路 我只是斷了一隻手 然後還有個小孩子 要照顧 或者有個英文牌寫著 我哪裏去旅行 剛好就用了這些錢 希望大家賺了我去一個 backpack旅行 這些就是街頭表演 真正的街頭表演 就沒有了 特別是年輕人那些 以前也有在尖沙咀那裏 打鼓啊 灑灑灑那些都有的 沒有捉得那麼嚴重的 現在一見到你立刻搞 立刻驅趕 立刻查牌走 不走 拉 在尖沙咀碼頭那裏 都會有這些東西的 現在是靈 以前是睜開睛睜閉的 不會理會的 其實那個地方 本身就是這樣用的 不過現在就不行 要規管 要申請 所以這堆活動 看上去好像很多 很多花款 其實呢 到最後呢 我可以幻想得到 其實很多 落到下面 執行在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行禮如而算 大家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那這堆活動 到最後是會怎樣 執行呢 我們就 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分享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那記得上Patreon subscribe youtube 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這一秒鐘 看到片 立刻回到70USD 都會收到郵票 那個郵票就是這個樣子 讓大家再看清楚一點 先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先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我們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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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趕快 帶大家 在這裡 我們趕快 我們趕快